阿卫早日成佛 光芒一切终生 长久以来 诸佛一直深思着该如何立生 他们发现菩提心的利益 最为广大 如果众生都能医治菩提心 去修学佛法 那么必定会顺利获得 最圣妙的安乐 音乐 几天菩萨的教诲 阐释了什么对你最好 也抑制菩提心对你最好 怎样照顾自己最好 什么最有利于你的安康 那就是菩提心 诸佛的发现 同样适用在所有众生身上 音乐 如果你有善心 就不会伤害他人 无论什么问题 你都会帮助他人解决 这样的善心 将使你拥有 长寿健康的生活 因此 在每日生活中 要怀着善心 尽量努力地以他人 感谢观看 如果你能这么做 无论你提供他人 或大或小的服务 都持续在造就 自己成功的音 菩提到次第教授中提及 好的转世 有八种异熟功德 这八种事 一 长寿 二 形体端严 三 种族高贵 四 有大权势 五 言辞威俗 六 生育卓助 七 男性 八 身心健壮 三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其中关于长寿 长寿的因一般解释为 救众生生命或饶众生命 无论救生或人 例如给他们食物 医药 衣服 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们 如掌中泄脱一书中 提及长寿之因 是对友情不加伤害和杀戮 放生 赎命救生 如满于放入池中 施食 释放囚犯 以及为病者施药 及看护病人等 你的行为和这些果报相随顺 因此 你的善心承办 你所吸济的一切安乐 包括福果的至高无上安乐 怀着善心而做的行为 从不会是补善 只会是善 怀着善心而做的行为 只会利益他人 从不伤害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 当你怀着善心而行 就永不会造生病的因 只会造健康的因 你饶益他人的心愿 是健康的心 健康的心 会使你身体健康 在医药科学发达的现今社会 许多医师 心理学家和科学家 已经用他们的智慧检验 并证明 像癌症这类的疾病 是源自个人的负面心态 癌症来自负面的心 所以 治疗癌症的方法 是拥有正面的心态 清净心 感谢观看 几天菩萨曾提到 无体心能净除无穷净 沉重恶业 像觉症 癌症的主因 是过去的不善业 遗留在心相续中的 不善喜气所造成 然而 对他人的强大悲心 能净除心中 大量的恶业 从而抵消地造成 疾病的业因 此外 禅修也难治疗癌症 持送真言 也能治疗其他的病 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 有许多新的疾病发生 有许多对生命的心威胁 避免经历那些疾病的最佳方法 就是不要去造它们的因 因此 善心是防范疾病的最佳方法 而且 如果你罹患了任何病 克服它的最佳方法 也是培养善心 是早餐 午餐 晚餐前 记得去感受 我对一切友情的安乐 负有责任 这是我生命的目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需要健康长寿 所以 我将进食 以这种方式 每次你或饮 或食 都变成在尝试一切友情 当你怀着菩提心饮食时 它变成一切友情安乐的因 起初 当你发菩提心时 就累积了 浩如虚空的好运 功德 善业 之后 你吃的每一口食物和饮品 也都变成 也都变成你成就无上正觉 和一切友情安乐的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 如果你怀着利益 以一切友情的心念 吃东西 盘子里有越多食物 你吃了越大堆的食物 就累积越多善业 每吃一口 就积聚浩如虚空的功德 你吃越久 生活就变得越富足 越有意义 如果你怀着菩提心去工作 工作时数越多 就造越多泄脱和成佛的因 你的工作 顺便成为 成伴来时安的 泄脱轮回的方法 当下你就找到明镜与安乐 最重要的是 你为自己和他人 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 你所做的一切 都变成佛法 你的日常生活 与佛法融为一体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的生活融合了最佳的 传修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能背读佛陀所有八万四千种教法 所有的经和序 数以百计的佛教典籍 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你不保护自心 远离烦恼 干扰 障壁的心念 那么你并没有再修学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法的定义 是烦恼的解药 就像药是病的解药 同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行为要变成佛法 这些行为就必须能对峙烦恼 所以如果你不保护自心远离烦恼 不学着控制你的烦恼 那么你做的一切都不会变成佛法 也永远无法造安乐的因 感谢观看 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你在有烦恼升起的危险时 保护自己远离它 那时你就是在修持佛法 每当你让自心远离烦恼 防范一丝一毫的烦恼升起 控制你时 你就是在修持真正的佛法 所以如果你能运用任何你所受过的教育 佛法或任何其他种教育 来保护自己 保护自心远离烦恼 同时利益他人 带给他人真正的平静与安乐 那么所有这一切 包括你所研读的佛法 都变得极有意义 所有过去 画在教育上的岁月 才真正有所回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印经协会 本会成立于2001年 以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 在慈悲置业中 中华印经协会 扮演的是一个 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 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 大量倡议各类佛教经典 书刊、漫画 并录制录音带 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 与大众免费结缘 结缘品有 浅显的佛教漫画 卡通 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 佛法显说 因果故事 以及佛经重点揭录 超精本等等 形象众多 无法一一介绍 这近二十年来 中华印经协会 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 超过 1661万7139万册 加上 有声影音系列 总计已超过 23749909万册 受惠大众不计其数 此外 印经协会 除了印证佛书结缘 近年来 更致力于建造佛塔 与印制大乘佛教经番 并在耶兰 苗栗 嘉义 屏东 恒春等地 建造大型的佛塔 塑造约20万座 华严金塔 及小佛塔 同时印证三万个传经轮 分赠海内外各佛寺 佛教中心 道场 及一般大众 以推广和教育信众 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 书是最好的礼物 阅读是最美的习惯 我们深信 知识能改变命运 教育可影响人格 印经协会 借由推广佛经法宝 来弘扬佛法 更希望大众 借助好说的熏号 建立正向人生观 进而营造一种 充满夫相 清静祥和的社会氛围 屏东庙云寺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继礼拜弥陀宝灿 护生蒙山师石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坊 举办 供佛摘天 即供颂普门品 恭请 桂太法师 战山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生命书坊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凤枉的 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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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